這集節目給大家介紹 房子的三級建蓋方式 它怎麼樣達成三級的任務 還有生產項目是如何來完成生產 原版的跟測試版的完全不一樣 測試版的很簡單很容易 那原版它變得比較複雜 它要求的東西比較多 這個地圖就是我剛剛講解的一樣的檔案 那一張地圖我已經把它打掉 打到這個毛澤東剩下兩塊土地讓它溝通 不想要把它趕進殺水 讓毛澤東有兩塊小土地就好 它整個中國不要打下來 剩下這個邊江地帶讓它夠活 不想要一次把它滅掉 把毛澤東滅掉了就不好玩了 讓它在邊江地帶在那邊喘口氣 在那邊玩玩女人也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講解這個 如何將房屋升級成為三級 三級它困難度就比較高了 來這裡 這個玩這個很累啊 這個地圖太大了 我沒辦法每一個佔領的城市都去建設 太累了 我受不了 那如果你體力夠的話 你可以每一座城市都給它建設 來現在開始講解 二級升完了接下來就是升三級了 三級它需要的東西要有啤酒 酒館 那酒館你需要啤酒 那測試版的啤酒工廠是設在自己建蓋一個工廠 那原版的工廠是設在 設在那個房子裡面 由房屋去加工 從這裡看 原版的它已經改了 它不需要三級 它二級的房子就可以蓋工廠 就可以生產物品了 二級 達到二級就可以 你看它啤酒 它這個酒類需要的東西就是 要有麥芽 麥芽 生產麥芽很困難 來 我告訴大家 展示給你們看 麥芽它是如何生產的 這裡 它需要大麥 需要大麥的原料 那大麥從哪裡來 是要農田去耕種 那農田的收 收獲程度很低 你一大片的土地 你這個農田的一大片土地 這麼大 這麼大一大片土地 收不到50顆 那怎麼辦 自己種嗎 自己種麥芽嗎 不可能啊 你怎麼自己種 你這個地圖不夠大 好 那 要從哪裡來 很多玩家應該遇到這麼頭痛的問題 那你 你這個 生產 生產這個 生產這個麥芽 值得嗎 不相信的玩家 你可以生產看看就知道 你這個地圖 蓋了很多很多房子 都不夠實用 不夠實用 那怎麼辦呢 要經過這麼多的工廠 加工再加工 一直加工 難道說你要一間一間的工廠把它蓋下去嗎 每一間工廠 最少一個人好了 那 你弄一個農田 需要五個人 五個人的農田 一家工廠生產 生產麥芽 這六個人 這要用掉六個人 你的人口不夠啊 你這裡的人口數不夠啊 你知道嗎 你這樣子每一個 東西都自己生產的話 你這裡的總人口數 最少要五百人 最少要五百人 你知道每一樣的商品 它的生產過程 需要多少原料嗎 很多相當多 那怎麼辦呢 難道你要每個原料廠 都自己生產嗎 你玩到死喔 你都沒辦法達到三級啊 你會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人口數不夠 那怎麼辦 購買就好了嘛 幹嘛去生產呢 我們到這個 我們到這個 這裡 貿易站 這裡有一個賣牙 賣牙店 完全貿易 這個數字不要太大 太大的時候 它會佔位置 因為我們 玩到月後面 我們購買的東西 很多很多 那你要儘快讓它滿 滿的時候 它才會 它才會 進來新的商品 那 如果 你一次 這裡的數字 給它填得太多 它還沒滿 它還會不斷地 購買賣牙 那其他的物品進不來 所以你這個數字 最好填五十啦 五十到一百 兩百極限 不要填到兩百 因為它會不斷地 一直賣給我們 一直賣給我們 所以不可能會 會不夠使用 兩百的數字 是極限的 不要寫超過兩百 生產原料的 這些原料 不需要太多 最多 這個數字 填到兩百就好 那它很快就可以運過來 那 你看 我這個 它一次才給我三顆 才給我三顆 那這些東西 原料 收集夠了以後 我們才可以 設立啤酒廠 一定要它滿 最少要 要兩百個 要兩百個 要兩百個以後 你在這裡 按啤酒廠 不然它在家裡面 閒閒沒事做 因為你沒有原料 給它生產 你沒有賣牙 它就需要賣牙 你賣牙購買 你的速度不夠快 那所以 我們 要等到它倉庫 存貨存了五百以後 這個才把它按下去 這個啤酒廠 酒廠才按下去 那酒廠按下去的時候 你這裡的人數就會減少了 它是一比三 它需要三個功能 那這些功能怎麼來呢 功能它不分的 一級房子的功能就可以了 奴隸工就可以了 那你在偏遠地帶 找個很偏遠的地帶 這個偏遠地帶 管它有沒有吃到食物 它就是奴隸工嘛 這裡蓋滿的就是要 去工廠上班的工人 這裡就是蓋一級房子 一級房子 全部蓋 蓋很多一級房子 要來幹什麼 就是要來 工廠上班 它要當奴隸工 你沒有這些奴隸工 後面要蓋很多奴隸工 它滿意度不夠 不管它啦 反正它就是奴隸工 它也不會跑掉啦 不會 這個是遊戲 它不會跑掉 它電腦設定 它就是不會走掉 那你 你生產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這個也可以吃到食物 都能吃到 你到城市整個都蓋滿了以後 連一級的奴隸工也會變成三級的房子 跟現實生活中一樣 這個作者它 它是仿冒現實生活中編寫這個遊戲的 就像說 我們引進外勞 它是奴隸工 它在台灣做了很久很久的工作以後 它賺到了錢 它也是跟台灣人一模一樣 它也是買豪宅 它的小孩也是送到歐美國家是贏令書的 所以 它是仿冒現實生活中來製作這款遊戲的 那它一級的奴隸工 它到最後它也會變成三級的身世 三級的身世 玩到最後一級的奴隸工也會變成三級 跟你 跟老闆是一樣大的 你就管不住它了 那我們再回歸我們的主題 那剛剛說這個啤酒生產 好 還有這裡的毛線 還有這個毛線 這個毛線太麻煩了 告訴我 你看 我生產一個帽 一個衣服 它需要麻布跟染料 你知道製作麻布很麻煩 測試版很容易 測試版它就是讓你體驗而已 它不需要要求這麼多 它去原版它要求這麼多 你要生產一件衣服 你需要準備就是麻布跟染料 你知道生產麻布有多麻煩嗎 你還要去種田 種田麻布 來 給大家介紹 給大家看一看 麻布是怎麼 麻布它 它要用 亞麻 你要耕田去種亞麻 亞麻在製作成麻布 很麻煩 你知道農田種的亞麻 收成很少很少的 那你要生產一件衣服 我告訴你 你玩了30分鐘 還不到10件衣服 速度非常慢 那怎麼辦 用購買就好 沒辦法自己生產 那 當你 它這個遊戲有個缺點 你雖然統一天下 你其他城市的商品 沒辦法運到你這個城市 所以就是很頭痛 你在其他城市 你建造 農田 沒有用啊 它的物品運不過來啊 運不到你這個城市啊 你在那邊耕田沒用啊 沒有 它這個應該以後會修改啦 應該會修改到 別的城市 所生產的物品 可以通用 但是現在目前 沒辦法通用 所以你現在目前在玩的時候 你只好像 商店購買 那不要自己去製造原料的啦 這個沒辦法製造原料 那你今天 你這個 你生起來一件衣服 需要染料 喔唷 染料更麻煩啦 染料實在是很麻煩 染料來告訴大家 染料 染料生產 需要莓果去 變成染料 哪有那麼多莓果啊 莓果很少很少 你要採集 要採集到多久才能採集到 製造一瓶 一瓶染料 美果本身是在吃的 這不夠吃的 他哪有辦法 再去製造成染料 那怎麼辦 購買就好 直接把染料購買回來就好 不要審查 我們從這裡 貿易店 這裡有個染料 染料 前一集 我有介紹 怎麼購買 點寫一個數量 然後這裡 他自己 這裡點寫 完全貿易 自己就買進來了 那 千萬這裡有 一定要寫零 不然它會卡住 你沒有 你不想 購買的物品 或者賣的物品 你就要寫零 必須要寫零 沒有寫零 他這裡 貨物進不來 很多玩家 他 他如果 一直 他在玩的時候 感覺 這個貿易戰好像 買東西好像有問題 其實不是有問題 是你操作 操作錯誤 你沒有把 不需要的東西把它寫成零 就算你的庫存有 一百個 你也不能讓它顯示一百個 他 偵測的時候 會偵測不到 你一定要把它歸零 把它寫成零 這裡必須要寫成零 雖然你的倉庫裡面有 一千 一百九十個 那你不能 不能讓它有 有失之處 一定要寫零 你這裡沒有寫零的話 你其他物品回出不來 他沒辦法 他就是感應不到 偵測不到 你需要的物品 貿易商他不會把物品送來 不會把物品送過來 所以把不必要的東西 都寫零 可能那些 玩家所遇到的問題 就是你沒有把它寫零 所以你在貿易戰 買不到東西 是這個原因 那 我們在購買原料的時候 最快的速度 你就把它加快速度 抓快速度 不用等啦 浪費時間 你就加快速度 加快速度 你看貨物就進得很快 就加快速度 加快速度 這裡按加快速度 因為我們需要原料 沒必要浪費時間 在這邊等 你看原料的速度就很快就進來了 所以 所以你就 加快速度 那原料湊齊 我們就檢查看看 從哪裡檢查我們的原料有多少 從這裡 這裡看就看出來 三個而已 三個原料 不夠 再按加快速度 這裡也可以看得到 這裡也可以看得到 原料三顆 有沒有看到 三顆 染料 染料 三顆 這裡也寫三顆 所以從這裡看就好了 從這邊看就可以知道 你的庫存有多了 這一邊就是 你的實際 實際擁有數 你的實際 所有的物品的擁有數 從這裡看就看出來 實際擁有數 你玩到生產這個武器的時候 生產武器更累 很累 更是麻煩 那有人提問說 有辦法 生產日常生活用品 一起還有包括生產武器嗎 不可能 辦不到 你的人口數不夠 沒辦法 沒辦法生產那麼多東西 沒辦法 那你能夠 只能捨棄 你如果 要生產武器的話 你其他日用品 就不要生產 就不要生產 那加上 你的食物 也不要生產 都是購買就好 你的空間沒有那麼大 你這個地圖沒有那麼大 沒辦法容量 容量那麼多 那麼多房子 全部蓋滿也沒辦法生產那麼多 所以 所以他這個還有一點瑕疵 這個作者應該 應該會修改 他應該會修改 他 目前我們就 選擇一樣就好 你要玩武器 生產武器 全部你這個地圖都生產武器 那 你要生產日常用品 就這個地圖就生產日常用品 那最主要是他需要的人口數太多了 測試版的時候 需要的人口數 沒有那麼多 那原版他要求的太嚴格 他需要的人口數很多 那今天 我們要升到三級 升完三級不是說就好了 你要隨時都保持他的滿 他這種需求 不然他會造反 他會造反 人民會造反 那我們現在這裡缺什麼 點這裡就可以看到 測試版的這裡的服裝 你只要丟個 丟個線 或者丟個布料 他就 達到 達到條件了 但原版的不行 你要把它製作成衣服 真正的衣服 還要製造鞋子 斗篷 你知道製造鞋子 又要多少的 手續嗎 很麻煩 來 告訴大家 鞋子從這裡 你看看鞋子 鞋子在這裡 鞋子 需要皮革 他需要皮革 總之他生產的材料最少都要兩種 你知道你的皮革要怎麼生產嗎 皮革很累啊 你要生產皮革你要先有瘦皮 瘦皮才能夠轉成皮革 那瘦皮 那麼少 你打獵 要打到什麼時候才有那麼多瘦皮 要生產鞋子 那你這個 就沒辦法生到三級房子了 你打獵要打多久的瘦皮 才有辦法收集得到 那他打獵也有一個缺點 打到一個程度 那個動物都死光光的 就沒有 你還要再等 等他再生出來 要等很久 那怎麼辦 難道你這個瘦皮 要這樣打獵慢慢的打嗎 不用 直接購買就好 不然你來不及 你要等多久 直接這裡 貿易瘦皮 購買進來 購買是無限量的 你要買多少無限量都會給你 玩生產項目 就是要這樣玩 很多人會玩到最後會覺得說 很累啊 缺這個缺那個 是不是這個系統有問題 其實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他本身辦不到 這款遊戲他辦不到 我們地圖不夠大 所以他的人口數不夠 所以你只能二選一 你只能選其中一項就好 沒辦法全部都生產 你全部都生產的話 你的人口數不夠 你整個地圖都蓋滿房子 人口數也是不夠的 那大概就是這樣 最主要是這個貿易戰 貿易系統 大家不要搞錯 你們所出現的問題 就是沒有把這個歸零 沒有把這個歸零 你們可以嘗試看看 測試一下 你把它歸零以後 這裡的商品就出來了 通通出來了 那在這個價格 你不用擔心 我們選完全貿易 AI會幫你判斷 他不會讓你賠錢的 保證不會賠錢的 他在最低價的時候 才會購買進來 你不會賠錢 那你如果選擇進口的話 賠錢一定賠錢 進口會賠錢 進口的意思的時候 他無論多貴 你都會跟他買 很貴的時候你也會買 你這裡也會沒錢 你會花光光 你就會缺錢 你會有玩家遇到說 玩到最後錢不夠 那他不知道怎麼解決 就是 我現在講的這樣解決 你把它勾選完全貿易 你就不會遇到錢不夠 他太貴的時候 這個AI系統他不會夠 他就停止夠 像你看 像現在我在等 他一直不進來啊 為什麼不進來 太貴了啊 他現在很貴啊 他這個價錢 調高價錢啊 所以系統不幫我買啊 他控制我的金錢 怕我破產啊 所以他就不買進來 太貴他就不買了 就是有這個好處 你點AI幫你控制 有這個好處 太貴他不會購買 你就慢慢等 你如果等不及的話 你就按加速嘛 這個 玩多久都無所謂的啦 你敵人喔 你要派一個兵力 把他鎮守住了 把他鎮守在邊關 他就不會 不會亂來 那我的兵力派在這裡鎮守 他趕過來 他就殺他 所以他不會干擾你的城市 他不會干擾你的城市 這些 如果那些盜匪遇到你 這些這麼強暗的兵 他就趕快逃了 他就趕快逃了 他不會進來搶劫 那敵人他也不敢攻打進來 他不敢 那這個 有一個缺點 有一個缺點 他我感覺這個遊戲 莊園是假的 莊園是沒什麼用處 莊園 來我示範給你看 他這個莊園 設立莊園 不知道幹什麼的 我感覺很奇怪 你說莊園 規劃這個有用嗎 城堡 你規劃圍牆 你把圍牆整個圍住 有屁用嗎 他可以跟你宣戰 宣戰是一定要接受 你要跟他對打 你跟他對打 根本就沒有 沒有必要城堡了 他又不是自己打進來的 不是啊 宣戰以後 他敵人可以向你宣戰 宣戰之後 你蓋這個城堡要幹什麼 所以他這個城堡系統 沒有用處 沒必要去蓋 丟著就好了 可能只是好看而已 如果你想要蓋起來感覺有一個城堡 蠻好看的 我蓋過 蓋起來很好看 不過他需要消耗的就是這些材料 你要 你要先準備好這些材料 他有著名 蓋這個就是要木頭十個 石頭五個 蓋這個更多材料 只要蓋整個城堡下來 這原料要花很多很多 那我是覺得沒有用處 他只是美觀 好看而已 如果你很欣賞美觀的話 你就蓋了玩一玩 把城堡蓋起來 對遊戲本身沒什麼效果 他只是好看 好看而已 接下來就是 你這個小農田 我們房子蓋到最後人口數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食物不夠吃怎麼辦 一定要蓋小農田 就是這種的小農田 不要蓋在市中心 你要蓋在邊疆地帶 蓋在最旁邊 周圍 周圍 周圍這個地帶 都把它蓋小農田 蓋多一點 蓋超過小農田 因為生活不夠吃 你購買也不夠 所以你一定要蓋小農田 必須要有的 一定要蓋小農田 小農田一擠的房子 就可以 生出蘿蔔了 它不會造反 你沒有給他食物吃 他照樣會種田 會把蘿蔔種出來 蓋多一點 蓋差不多一整排 整個周圍都蓋小蘿蔔的農田 那個小蘿蔔的農田 就是蓋這個 一整排一個周圍全部都把它蓋 蓋成這個 才有辦法提供食物給大城市中心的人民 使用這個糧食 那這個小蘿蔔也不夠 你還要再購買 還要從這個交易站購買 因為小蘿蔔只有一種食物 不夠 他只是怕餓死 怕人物餓死 他就是不要讓你人物餓死 所以種小蘿蔔 就不會餓死了 那其他的 還有兩種食物就用購買 兩種食物用購買 蘿蔔自己種 因為他有人孔 又可以生產食物 所以一舉兩得 所以這一種可以蓋 他控鹹的時候 他就會來幫忙做事 他有時 耕田的時候 剝種小蘿蔔的時候 他又再回去 剝種小蘿蔔 剝完的時候 他就會來幫忙工作 所以他這個小蘿蔔 蠻好用的 小蘿蔔的房子 很好用 可以多蓋 多蓋幾個 那也必須要蓋 不然你的糧食不夠吃 你餓死 他這裡 你房子越多 吃的食物越多 消耗越快 所以你必須要有小蘿蔔的房子 來補充 補充食物 他最主要不是要升級的 他是要補充食物的 很多玩家會 會感覺說 我的食物要從哪裡來 就是蓋小蘿蔔的房子 食物就是從小蘿蔔來的 那測試板他有其他地方可以來 他有那個 有那個雞蛋 有那個什麼 那原版的他把它廢除掉 還有那個牛奶 原版的已經把它廢除掉了 所以 你只要依賴小蘿蔔就可以了 就不會餓死了 那 這一集的節目就講到這裡 如果 還有沒有看懂的人 重複 重複多看幾次 你就會明白了 謝謝各位